這一項計劃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萬錦市市民可以帶單車去修理 而另一個重點就是單車免費外借服務 所有萬錦市居民只要持有圖書證就可以參與 市民可以在這段期間 去到Kennedy夾14家熱藍的American Mills社區中心停車場空地 屆時會有大約十幾部不同類型的單車 包括電動單車供市民外借一個星期 而整項計劃至10月底結束 馬克勤是一個計劃要更多人在馬克勤 很多人都會來這裡 但我們正在改變這步步 以減少階段的階段 一種階段是人們不有車 而他們不知道可以在兩輪行車上 至於經費是由聯邦環境部屬下的 對抗氣候變化小組撥款25萬得來的 並由萬錦市府帶領推行 新時代電視記者 肖浩然報導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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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